客观评价习近平零四,习近平的经济学一,三位一体,新国企,红色贵族,作者,方舟与中国,配音禁书之声。 从习近平的一系列手段可以看出,他要重塑中国的政治秩序并带来国家结构的深度转变,而这还需要满足一个核心条件,就是经济领域的支持。 但是,在这个领域,习近平同样进行着一场斗争,他大刀阔斧,对国家经济逐层整改。 从他就任以来,国家对企业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严苛,而且政府设计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打击手段,给各种产业带来了重重压力。 这多少让人们感到费解,因为习近平的目的显得隐晦难辨,人们推测他认为邓小平的路线已不符合中国的现状,但又没看到他提出更行之有效的方式。 不过,这正是习部下的一个经济迷雾,在这道迷雾中,有一个三路并进的架构,而这个架构的低层,就是青少年管理。 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强调,要加强青少年的意识形态教育。 他在一篇讲话中说,要引导青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提醒他们,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在领袖的指示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文化批判之风,政府针对不良、反动和低俗信息进行全面整治,官方尤其指责娱乐行业,认为他们在荼毒青少年。 国内媒体发布了一篇文章,警惕追星思维,侵蚀主流价值观,认为明星打造偶像精神,操控青少年精神。 广电总局提出,要抵制低俗之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止未成年人节目出现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 政府规定,传媒平台下架所有存在价值误区的节目,并且为了防沉迷而屏蔽了境外游戏平台。 习近平再次提出,抓思想要从青年和娃娃抓起,他要求学校恪守教育底线,不得宣传违背核心价值的思想。 此外,为了给学生减负,政府向中国最传统的行业课外补习下手。 国务院发布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规定,培训机构不得占用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 同时,这些机构不得上市,也不再进行审批,并且严禁加入境外课程,以及聘请外籍人士。 就此来看,习近平似乎是冲着孩子来的,因为课外教育和娱乐业有尽染中国意识形态之嫌。 不过这场行业整顿也引出了习近平经济迷雾的第二层,政府并不只是在整肃娱乐和教育,而是在对民企的全行业下死守,习的政策不是为了规范市场,而是打算推倒重来。 在最近几年的市场整顿下,有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对民企的打击往往和政治打击并轨,政府在几年间抓捕了数位严刑不审慎的企业家, 其中包括重庆的李怀庆,河北的孙大午,北京的耿肖南等,这些企业家都存在政治上的言论不当,并且为维权者和异议分子发声。 这再次反映出习近平最根本的顾虑,就是经济自由化可能催生民主变革。 他上台后遭遇了不少反对之声,其中很多就来自于律师和企业家滞留。 他认为,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样都会让人产生政治诉求,而这也是西方输入资本主义的意图所在。 在某种意义上,经济自由化是一种错误。 需要纠正的是这种模式本身,而不是一两个企业家。 习近平执政期间,以非法经营、破坏生产等罪名,抓捕和剥夺营业许可的企业很多。 中国的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分析,近几年被定罪的企业家中,民营企业占比八成以上。 而对那些无法在政治上定罪的民企,习近平策动了一场行政风暴。 他频繁出台法规,受尽企业的经营许可,加强生产流程审核,同时将税收和社保缴纳纳比率大幅上调。 此外还在信贷上提高了他们的融资门槛,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规定私企要建立党支部,让他们养一批官方眼线去监控自己。 企业在这种整顿之下异常艰难,他们看出政府在刻意制造经营困境和流动性枯竭, 而究其根本是为了对私营企业进行侵蚀和吞并,因为每当企业难以周转时,后面就会出现官方的影子。 很多人或许记得15、16年的P2P的暴雷潮,中国曾出现大批金融难民, 但人们并不知道很多P2P公司被政府做了清算接管,不过接管的只有资产,而不包括债务。 对习近平来说,他经济规划的第一,第二层不过是行政建制之上的顺势而为, 而这个迷雾的第三层则是一场权力革命。 这场革命的对象是那些财雄势大的金融寡头,他们披着私企的外衣,背后却盘踞着一帮政治权贵, 他们垄断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并以此干预朝政。 这成为了习近平最大的执政阻力,他一直试图瓦解这些势力。 而这个意图,最早建筑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提出了,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主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让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 政府宣称,这是为了让所有制结构优化,但主要是提供一条兼并私企的方案。 如中国联通这类业绩不堪的国企,通过混改方案,让众多互联网公司入股, 但在吸收了资金之后,联通公司仍被国资控制。 在这个风潮下,金融领域蔓延出一股白色恐怖, 直至2018年,有不少签署了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被国资接收。 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安邦和海航集团, 海航就股东的股权在一番清算后被依法清零, 至于依据什么法律只字不提,只说是企业野蛮生长的结果。 但中国的法律并没有关于野蛮生长的罪行。 同时在2019年,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 而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 马化腾卸任腾讯的征信法人, 腾讯的游戏和音乐都被要求释放版权, 理由是反垄断。 习近平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逼迫企业出让股权。 而且,为了乘胜追击, 他提出了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这种颇为诡谀的论调, 这种口号带有共产主义原教旨的气味, 让他更方便把矛头对准私营企业。 他用给全民画饼冲击的方式, 代表着共产党第二次向资本家宣战。 习近平的经济学新国企, 这番经济迷雾中的三层结构已经被揭开, 但人们仍难分辨他们如何构成一个整体。 这正是习近平的过人之处, 他在摆布策略时总能让人一页账目, 而实际上, 他的每项举措都带有系统性的目的。 如果追溯习近平执政的轨迹, 会发现一个模糊的脉络, 这条脉络贯穿着青少年教育, 民企和金融寡头, 他们看似有不同的出处, 但都是习近平经济规划中的要素。 这个目标可以追溯到供给侧改革, 习近平当初宣称要消化过剩产能并淘汰僵尸企业, 但他没有让国企破产, 反而通过增加原材料成本削弱了民企。 而他近年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是最关键的一环, 共同富裕表面是向富有的民企筹资, 去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 但习近平并没有给他们留下翻身的余地, 他不惜让大公司市值缩水, 也不在乎行业凋敝导致大规模失业, 他似乎对一切都不畏惧。 显而易见, 习有一项颠覆性的计划, 其实把共同富裕这个词转化为集中共产, 就便于理解了, 习近平在筹谋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打击四企的方式来扩充国企, 以便让他全盘掌握经济资源。 他要让国营经济回归, 当然并非以计划经济的方式, 而是创建一种经过优化和精简的新国企制度。 从表面上看, 这是为了扭转经济自由化的趋势, 但究其根本, 却包含着习近平要简化社会结构的意愿, 他一直不喜欢多元化, 希望一切都服从于政治上的一元性, 因为从他就任之初, 就没有获得过太多认同, 国际社会对他并不看好, 国内也不认可他的能力。 他在这种困顿的情况下, 执政了七八年, 而恰逢2019年中国爆发瘟疫, 政府因防疫政策失误而招致了全面的批评。 在这种声浪之下, 习近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他认为外国列强一旦找到机会就会对中国发难, 因此中国一定要全面独立。 然而他发现, 国家在经济上存在严重的对外依赖, 因此在很多方面无法不养人鼻息。 而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爆发所带来的外交围堵, 却刺激了他的决心, 让他确信中国要提前政治独立。 他提出了双循环的思路, 将中国未来的经济定调为国内大循环为主, 国际循环为辅。 他打算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创造一个由国家主导的, 可以自给自足的产业形态。 这个思路源自德国所提出的工业4.0概念, 工业4.0代表产业从电子化普及的第三级工业革命, 跃升到信息化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的4.0阶段, 这个阶段可称之为工业互联网, 其特点是制造业的智能升级。 这个概念在中国被改造为两化融合, 旨在让信息与工业两个进程相融合, 将产业制造和物联网, 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相整合, 从而优化生产与供应。 在2013年, 工信部发布了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 并由国务院提出了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 中国制造2025, 李克强提出要把中国发展为了一个制造业强国。 中国制造2025并非工业4.0这种科技革命, 而是致力于制造业的转型。 习近平把这种转型定义为 国家向全民制造业过渡, 他认为中国要自力更生, 就务必要提振工业。 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 却并没有释放出应有的产能。 他认为这是劳工结构的问题, 因为中国的年轻人被多元的产业所分流, 不去从事制造业, 从而消解了产业集中的优势。 而这些多元产业便是所谓的第三产业, 经济学认为第三产业能增加社会获取感, 促进经济活力, 但习近平却认为这些产业造成了劳动力的内耗, 因为中国的第三产业没有出口优势, 反而被西方用来通过娱乐、金融、文化等输入意识形态, 加大了政府意识统战的成本。 这种产业模式带坏了中国的企业和劳工, 让整个国家副业发展过重。 而其中有以教育培训业最无弊义, 这个行业让年轻人接受西方教育, 让他们学习外语,成为了留学生和移民人口的孵化器, 不但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失, 还带走了国家的外汇。 这对政府来说是双重损失, 习近平依然关闭了课外培训, 并取消英语考试, 就是为了阻断这个源头。 而与此同时, 公共教育也开始全面排除西方文化, 甚至是鲁迅这类具有进步思想的文章也要剔除。 这个举措是为了削弱素质教育, 培养年轻人的劳工意识基础。 为配合这项经济规划, 政府对传统学制进行了改革, 教育部发布公告, 在全国设立12个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 要求不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 这项改革将高中教育分为普通高中家特色, 高中家职业高中三类, 并通过中考实行分流。 媒体称,此举势在必行, 因为中国正处于从工业3.0分向工业4.0分转型的阶段, 叠加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影响, 容易导致制造业外迁, 因此急需具备较高文化程度的高级技工。 而职业高中, 特色高中和职业本科教育将会是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 同时也要让更多的应用型大学举办职业本科教育。 显然,习近平在为他的经济计划打造教育基础, 他要让劳动力进入实体工厂, 为财政创造更多的现金流。 并且, 这种经济结构能创造充分的就业, 让中国的失业人口被产业调配所安置。 在他看来, 社会主义就应该是一个工农社会, 并以工友制为特色, 而其他冗余产业必须得到整肃。 他认为, 创造第三产业的消费不如创造制造业的供给。 在今后的中国, 无论房产经纪人, 游戏代码员, 宠物饲养员, 舞蹈老师, 娱乐经纪人, 或是自媒体和培训导师, 都应该成为工厂的齿轮, 投身于制造业和实体。 而从更深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经济正陷入一场危局, 债务累积和产业凋敝, 必将造成一场不可避免的萧条。 常规手段已经很难奏效, 习近平认为只有将产业国企化才能解决困局。 简而言之, 就是要像抓政治一样抓经济, 把资源集中以便于齐抓共管。 他认为, 这并非计划经济的回归, 而是国企的升级。 而这场升级的终点, 就是把国企再度合并为, 具有高级产业优势的大型央企。 这个合并的浪潮, 从2015年的南车北车合并开始, 然后持续有2016年武钢和宝钢重组, 17年神华集团和国电电力合并, 18年两个中和公司合并, 19年保利集团和中司集团, 中国宝武和马钢, 招商局和辽宁港合并, 以及20年中国化工和中化集团, 这两个巨头合并。 国务院在2020年提出, 推动跨企业整合并购困难企业, 做强作优国有企业, 其作用在于, 提高产业集中度, 打造高质量示范企业, 减少重复投资并优化产业链。 在这种基调下, 央企合并的趋势在逐年扩大, 显然习近平要集中产业项目, 并让这些企业成为新的经济骨干, 去取代权贵手中的巨型公司。 这能带来行业的优化, 并改善国家的社会结构。 他认为只要处理得当, 计划经济就仍然具有优势, 凭借他的手段可以盘活那些僵尸企业。 在工业4.0的背景之下, 唯有新国企, 才能具备制造业优势, 足以抵御西方的竞争和冲击。 此时, 习近平的蓝图变得异常清晰, 而新经济格局中的三个要素, 劳工、 产业和资本, 也逐一归位, 并对应着之前的三个层面。 今日的青少年, 就是未来的制造业劳工, 对民企的兼并, 就是创造产业集中, 而对商业寡头的制裁, 就是筹集新国企的资本。 习近平的红色贵族, 从形式上看, 新国企更像一种国家化的劳务派遣, 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的混合模型。 习近平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更纯粹的制造业国家, 人民应该恢复工农阶级的本色, 并学会尊重领袖。 同时, 社会文化也需要一场变革, 以彻底并出西方的影响。 但这种构想, 更类似一个官僚化的工业乌托邦, 即便习近平制裁互联网巨头, 提出共同富裕, 但没有显著的理由说明, 国家工厂的模式更优越, 虚弱其他行业去提高制造业的比重是反经济规律的, 越发达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越低, 而第三产业占比越高。 此外, 经济多元化能抗击风险, 即便是工业4.0, 也不代表各个行业的劳动力都要转型去做厂工。 新国企更像一种后现代计划经济, 这种经济模式类似工农兵文化和西方科技潮流笼统的结合。 其实很难说, 这到底是工业4.0, 还是希特勒对德国所规划的工业强国模式? 工业国家化不太可能改善财政和就业, 而更可能导致功德不适于天下, 而勤劳于百姓的内耗。 显然这个构想更多代表着习近平强烈的掌控欲, 他的经济规划其实被他的政治目的所裹挟, 透露出他对伊朗和北韩那种一元化政体的向往。 但这类国家的产业导向单一, 经济结构十分脆弱, 而这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不具备现实性。 在如此多弊端下, 人们不能理解习近平到底要如何变革, 因为无论国家工厂多么先进, 只要产业由政府支配, 就会导致市场化不足和技术滞后。 不过习近平的确考虑到了这一点, 他并不打算否认市场化, 而是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主导。 并且在这项经济规划中, 他要创造的是新一代国企模式, 要全面理解这种制度, 就需要结合习近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红色基因。 习近平不止一次在媒体上强调红色传承, 并提出红色基因的说法。 早在2004年, 他就说,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而在登基之后, 习更加频繁地提到这一点。 在视察军区和革命老区时, 他再三重申,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并表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继承红色基因是习近平国家结构的核心, 很多人以为他强调的是红色文化, 实际上他强调的是红色血脉, 也就是红色权贵的嫡系后代。 他在中央党校干部培训班上说, 励志做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 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抵立对党的赤城中心。 他在此表明的是, 要建立一个牢固、忠诚, 以及血脉纯正的红色贵族系统。 在习近平的政治理念中, 国家应该更彻底地掌控在红色子弟兵手里, 这种掌控不仅限于政治领域, 也包括经济领域。 习近平经济模式的最终构想, 就是要打造一个绝对的二元结构, 他一方面在国内遏制现代化教育, 加强大众的制造业技能, 而另一方面, 他积极地让红色子弟去西方学习管理和技术, 然后回国管理那些新型国企。 虽然在这种模式下, 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会降低, 但企业将会由拥有高学历的红色后代们治理。 习近平认为, 通过管理上的优化能解决市场化不足的问题, 留学归来的官僚子弟们具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而这能消除计划经济的劣势。 在今后的企业中, 无论是董事、CEO、研发总监、 还是会计和各类高管, 都将是红色家族的子女。 这能无限拉开两个阶级的差距, 塑造一种稳固的二元结构。 求是, 杂志曾引用过习近平的一句话说, 传承好红色基因, 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这种创造绝对阶级的想法, 曾有一个节点, 就是习提出金融创新的概念。 他以这个口号, 鼓励国家在金融上大胆尝试, 随之企业开始滥发金融产品, 地方政府虚构项目融资, 同时, 国家下发了很多花式金融牌照, 催生各种借贷。 这间接引发了两个事件, 就是后来的P2P大面积违约, 以及2016年股市崩溃。 但这两个泡沫破灭后, 资本仍在新经济的口号下, 创造更多的庞氏项目。 显然, 习近平有意在经济上, 制造一种乱局, 并以资本手段让有产阶级返贫, 这不但可以消灭人们的政治诉求, 而且赤贫阶级也更容易接受计划经济。 习相信, 只有让贫民勇士不得翻身, 并由血统纯正的红色后代管理, 才能更好地维护红色江山。 在这种模式下, 官僚就是上层建筑, 民众则充当生产资料。 就像拿着皮鞭的监工督促苦力们去堆砌社会主义的金字塔, 而习近平就是塔尖上的全知之眼。 突然爆发的疫情, 给了习近平实现这个事业的契机, 他借由防疫限制民众办护照出国。 移民管理局表示, 对非必要非紧急事由, 暂不签发护照。 普通人无论留学还是因公出国, 都变得更加艰难。 此外, 政府在边境开始修建隔离电网, 防止劳动力偷渡出逃。 而就在政府严控民众出境的同时, 美国领事馆外排起了长队, 红色后代们通过特批手续正在疯狂地奔赴海外。 在此刻, 中国梦的轮廓逐渐清晰, 习近平要以经济规划为支点, 将偏离路线的社会主义回炉重铸。 他培植的新一代权贵会重新执掌中国的经济。 打造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制造业国家。 新国企将创造一种绝对的红色垄断, 将中国改造为理想的专制王国。 而代价则是抹杀大众的价值和理想, 让他们永无出头之。 这个梦将会是一部分权贵的美梦, 但却会成为全民的梦魇。 明天出版的梦魇。 如果是绝对的, 挑战时可以拿于梦魇。 张碧 vengeance专盈子和力贵。